大家好,我是祝英台 我想跟大家說 我在這個星期五晚上 十二月四日 星期五晚上九點鐘香港時間 我會做我第一次的聖誕節直播AMA 聖誕節就是因為我帶了那隻聖誕小鹿來陪我 還有AMA就是Ask Me Anything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想問我 可以到時問我 你可以在我這條影片下面留言給我 先問我 或者你當晚星期五晚上九點鐘的時候 你加入我一齊進來聊天 有什麼想問我 都可以 我可以答得到大家 我當然會盡量回答 有些事當然是私隱的 你就不要問我 有什麼問題我盡量解答得到 我都會做 另外我想提一提 就是有一件事 我一向都沒有說的 就是關於學校 如果你看看我的影片 你都知道我從來不講學校的 剛剛我昨天在報紙上 我就看到 Sunday Times 出了一份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Parent Power 就是講英國 TOP State School 和Independent School 有一個排行榜 就根據上去年2019年的A-Level結果 我又覺得A有幾有興趣 可能大家都會想知道 我就會在我的AMA裡面 就會跟大家 看看有幾個主要區 排行榜的TOP School 在哪裏 我相信這個 大家都會有興趣 會知道 除了學校之外 我又不想全部的Focus 在學校裡 我主要想跟大家聊聊天 你有興趣知道我的背景 知道英國一般的生活是怎樣 你都儘管可以問一下我 希望我可以給大家更多 資訊 另外 有一件事我想做 就是 聖誕節接下來 我想做一個聖誕回饋 就是 多謝大家 多個月以來 支持我這個 小小的Youtube頻道 究竟是搞甚麼呢 就是 搞幾件事 其實我這個直播 我想想做 幾個星期之前 我已經想做了 但就一直在等著 這件事 終於上星期收到 就可以開台做直播 究竟這件事是甚麼呢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還有就是 這個 我到時 就會星期五晚直播 時 跟大家 展示給大家 看看 究竟我這個回饋 是做些甚麼 其實小小意思是 想展示一些東西給大家 看看 跟大家做多些互動 主要是 多謝大家以來 一直對我的支持 希望到時 星期五晚 香港時間 九點鐘 大家可以 倒進 來我的直播 都 大家來跟我 聊聊天 支持一下 讓我不用自己 一直在這裡 這樣說話 希望到時可以 見到大家 我Alice 在網上 見到大家的出現 到時見 Bye Bye